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有之路 是实现中国梦的必有之路 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 逢山开路 御水驾桥 将改革进行到底 山上几乎每一棵树 每一棵石头 每一米露 我都很清楚 因为我在山里长大 我就喜欢山 我一看到这个山破坏之内我就着急 把石头剪了以后 关到这个西图 天地去演下去 好像这块黄山就是我的责任 张俊平口中的这片黄山 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区 曾经垃圾遍野 寸草不生 2011年 太原市规划了30万亩 21个长礁森林公园 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张俊平得知消息后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再造黄山 建设森林公园 从此 这位有着20余年军林的退伍军人 工热公司老板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征程 可以说用满木窗椅来形容 一点都不过费 这山上只要你看到的地方 全是废矿 沟里边七条沟 全是垃圾场 我这边干不完 儿子这边干 儿子干不完 碎子干 凭着一股愚工移山般的韧劲 张俊平开山拓土 饮水注入 他亲自制定方案 带领工人上山植树 一框框的碑土 一棵棵的栽树 他们在陡峻的峭壁上打坑 凿洞 栽树 光秃秃的悬崖峭壁 渐渐有了绿色生机 然而 城火绿堤 雨季烙灾 泥石流 冬季上洞等等问题 让张俊平一次次的陷入困境 最多栽过八边树的一个山坡 栽那死 死那再栽 早吹喝入冬 这个时候晚上就上洞了 一日白日到天黑都拍不了 后来我们就研究这个自动拍摄法 实验了五十多次 全部失败 最后一次实验成功了 八年来 他带领工人治理山体破坏面 近一百万平方米 治理大型垃圾厂两千多亩 栽植各种树木四百六十余万柱 原本寸步难行的废弃荒山 如今已成山顶花园 众多游客分治踏来 从烧锅炉到建公园 张俊平完成个人的绿色转身 也创造了荒山造林奇迹 而这样的传奇故事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进程中 并不显见 河北塞罕霸 内蒙古库布齐沙漠等地 纷纷上演了绿色蜕变 从杀进人退到绿肥黄兽 一道道绿色长城正在神舟大地上拔地而起 生态星则文明星 改革开放四十年 伴随着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步伐日益加快 一系列生态文明顶层设计逐步完善 压减燃煤 淘汰黄标车 整治排放不达标企业 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督查巡视问责 建立核掌制 重权品出 强效推进 循环农业开展之后 就是我们这里的污水处理 就不再外排 然后昭夜 昭夜不外排减少污染 然后昭夜放到农场里面 然后他们就可以用来浇菜 省些肥料 就利用起来 国家对这个治理污染 其实是下个大量的 这个其实不错 现在空气看比原来好多了 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就是原来我们杭州的 第一垃圾填埋场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态公园 目前我们这边 在建的200台海上风电机组 是亚洲最大的规模 除了滨海线以外 就是主要满足 我们苏北地区的供电需求 六七岁那会儿 也就是银坡有些数 你像平地 你像什么的阳坡 根本就没有树 现在造的 就算基本上都已经造岩了 树啊 一天天的这个变粗 一天天的变高 实际上一天天的变绿 最严格的制度 最有力的举措 正助推着这场广泛而深刻的 生态改革 虽然大批尘科顽疾 已经得到清楚 但是生态环境保护之路 依然任重道远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欣赏到自然保护区的美景的同时呢 能够感受到这种生态保护 带来的意义 向互部接杀 这个造粮 终部业绳 准备打造成一个美丽 富裕的馆景村 积极推进 城市金岩区和无岩区建设 进一步强化 接改经销监管 促进接改综合力 生态星 百叶盛 不单纯以GDP论英雄 真正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才能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让天更蓝 水更清 山更绿 使人们能够看得见星星 听得见鸟鸣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我们要建设天蓝 地绿 水清的美丽中国 让老百姓在一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 确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